我覺得比起去年是比較困難的 因為比起去年的浪是大了 還有那些我一直有好像推我轉頭 是吃力一點的比起上一年 有沒有說今年和去年準備有不同? 準備有很大分別 因為去年是我的第一年有 我很緊張就用了三個月的時間去做準備 但是今年我覺得我自己去年都OK 那我就沒有準備 那我就沒有什麼準備 就是用很簡單的體能 所以其實今年我是有點緊張的 前兩天已經開始發夢 經常游泳 又睡不著 但是來到就 我個人其實挺輕鬆的 因為大家很開心 好像是一個派對 那比賽之前睡不睡? 比賽之前睡不睡得到? 就是剛才來的之前? 我昨晚睡了兩個小時左右 一個多兩個小時 但是因為太緊張了 而且你很精神 很亢奮 最後成績是否知道? 最後成績10分鐘左右 說笑而已 我不知道自己游了多久 因為我到現在都不知道自己游了多久 但是應該是慢過上一年的 都是因為環境嗎? 一來逆流的關係 二來是因為今年我覺得 我要好好享受這個過程 我們就在維港的中間 就拍了一個大合照 就好像玩一樣 真的很開心 享受多一點 今年的心態